刘先生的解释听起来情有可原 但是余女士心里却很不平衡 她觉得在丈夫心里 嫂子比她这个妻子更重要 不仅如此 对于丈夫来说 小叔子也比她这个妻子更为重要 据余女士说 丈夫为了小叔子 对她隐瞒了一件大事 而就是这件事最终引发了一场大战 她也不跟我商量 就是她不跟我商量 心里面还是不舒服 但是我们是很大的事情 明白 我没意见她在做她的 接受了就是说白了 接受的 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多年都要做 就这么做呗 开始的时候 跟她第一次做的时候 她弟弟是没有老袍的 结果有老袍了 我们回去 回到我自己家里面去 还要看她老袍的脸色 她第一回第一次是住一楼 我们一直住二楼 到最后她那个兄弟媳妇 越来越过分了 那我们是想把她 很多家人搬出去的 从10年的时候 她第一日住 住到去年才搬出去 去年搬出去的时候 我回去看见 我那个房子里面 没有搬完东西 那么我说 你要搬 你又把它搬完 跟我弟弟说 我们要从楼上搬下重来 我就这个意思 那么因为我这个一句话 就把她弟弟得罪了 她说我没有资格连她 结果出去一次 我二哥 我二哥连我出去 你没有什么资格 就对我不依不饶 我给她解释 也不行 给她说什么都不行 说这个弟弟 那个房子 有她的一半 修房子的时候 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她把我们那个房子里面 电线在那里发新报 或者砸东西 扯线子 她也看不下去了 她就打话了 就是他们就 撕抓起来了 大箍子 好二箍子 拉 结果就是打起来了 兄弟把她那个头 打方巴针了 这个事她不和我商量 那这个事情 我都没怪她 她反而怪我 你不要叫她 把那些东西办完 我不说那一句话 她就不会打起来 就这个你也觉得 是她不在乎你的表现 更在乎家人的表现吗 不尊重我吗 因为这个房子呢 回去盖的时候 我老婆没下去 没下去是我弟弟和我一起搞起来 弟弟帮忙了 对对对 因为帮忙当时她也没有房子住 我想她也心痛 也心痛她 像她说 你暂时住我这个 但为什么你告诉她呢 当时的话 我没有在意 就是她在和我修房子的时候 随便就答应她了 她在那里和我修房子 她就说我没有做错 当弟弟已经住进去的以后 你还来得及跟她说 老婆我跟你商量个事 说了 说了以后她就不愿意嘛 过了多久呢 过了可能一年以上嘛 就是啊 过了这么久 对对对 那说明你不在意这个事情啊 对对对 就没有给她商量 他觉得这不应该 这叫做不尊重 你觉得呢 是是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急了会以后 他还在那里住 就一直住了 对对对 就这意思 对于他老婆对你们的不尊重 你弟弟什么态度呢 什么态度 他说他那个没办法 打一打过吵一吵过 弟弟对于这些年 一直住着你们的房子 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理所当然了 理所当然 哦 双方不舒服的原因 就是原因 我和她说了 我说给她说一下 接下来还是想办法 好 如果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 是你首先没有尊重他 那到后来 跟弟弟发生那样的冲突 你为什么还怪他呢 那天我跟你说嘛 已经说好了 他已经搬走了 我弟弟全部已经把东西搬走了 还剩几双鞋在里面 我老婆去年他就发火 因为他已经搬走了 你还发什么火了是不是 我没有发火 很心急气候地跟他说 那有一点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嘛 我弟弟他说他是不对 但是他被赶出去 家里面人太多 他没有面子嘛 那在这个时候你是怪他呢 还是安抚他呢 还是 我也没有怪他 我就说嘛 你一直知道他 他已经是几双鞋在里面了 他拿出去就行了 我们应该不说话 你是想跟他讲道理 对对对对 结果在他听来是你对他 我怕他能够呛呛呛呛